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夏天到了 我们来做一点 比较不一样的南洋风味的料理 我用公平贸易柠檬草跟咖喱粉来做 主角是善良黄金土鸡去骨鸡腿 土鸡腿还蛮好吃的 然后用当季的食蔬 因为我要一起烤 画面中看到这是糯米椒 它不会辣 然后它是有它特殊的香气跟风味在 接着用公平贸易咖喱粉 有两种口味 一个是原味 一个是辣味 早期的原味它叫甜味 所以不太一样 然后这个是柠檬草 我们这一次新上架的产品 接下来看到这是来自台湾台东本土红梨 我常把红梨跟白米饭一起煮 或者是直接单独煮它 就有点像我们在吃国外Couscous那样 我都会示范给大家看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咖喱粉 我之前有教过大家用小玻璃罐来装 然后放在冰箱冰 这样子是最好的保存方式 我用咖喱粉原味跟辣味来淹我们的土鸡腿 然后我还有放了一点白胡椒跟黑胡椒 还有我们这一罐本土辣椒酱 我觉得南洋风味的菜就是要味道重一点 然后搭配现在夏天 其实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根本会吃不下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台湾红梨 它可以取代面食 然后可以当做素食者的基本粮食 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跟小麦很相近 在洗的时候你发现会有泡泡 这个就是肇素 我们大概洗个三四次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水接起来可以拿去浇花 然后像我画面中这样用一个小网纸 我大概是两杯白米对一杯的红梨 或者你要用半杯也可以 水大概1比1.2 然后我们再转台回来看这个鸡腿喔 我这样腌的时候那个柠檬槽把它剪成段一起腌 然后我倒入生抽 因为我想要让它的味道比较相处 我就没有在家演了 直接用生抽来取代 然后这个是柠檬槽 然后再把它放在 我用气炸烤箱来烤 这样它的时间缩短 然后这个土鸡腿就会Q弹Q嫩 不会太柴 现在大家家里都有气炸烤箱 所以这样的使用就很方便 然后我在烤的时候我就来煮我的红梨饭 整个烤好之后我就把它混合起来 就变成一道桌上的料理 这红梨饭煮起来还蛮好吃的 而且红梨就在里面 你要煮粥也可以加 或者是单做红梨沙拉 红梨加在你的蔬菜里面都可以 然后像这样子我把它组合成这一盘 其实就可以全家人就可以这样吃这一盘 这个土鸡腿烤起来 我只有用20分钟的时间 所以它完全都还是肉的弹性都还在 占用科技的进步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这样生活才会更轻松 同时我们共同支持公平贸易 用合理的价格守护土地和生产者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